他會壓扁嗎? 先不要 我沒有壓扁嗎? 先不要好了 也拍兩個好了,就一個正常一個壓扁 好,反正我就出來 然後這樣就放了 就你有位置就可以放了 好,來一個三月一週 再約 好,太快了 放完一個,然後再放一個 就兩個中間有稍微間距長一點點 好,再一個喔 GO 給你看一下 好,那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,那我們就壓扁 壓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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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暗扁 按摩 吳 壓扁 壓扁 我看一下會不會長怎麼樣 你就放 你就先 看看 應該還是要壓 這一顆就直接壓扁 好 這邊已經壓扁好了 你就放這一顆然後壓 好 來囉 嗯 最後了是不是 嗯 太了 還有十幾顆鏡頭 十顆鏡頭 差不多 好 這邊 捏看一下 好啦 應該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好 那就 下一個是什麼 對 餅乾的部分 它有肉鬆餅乾嗎 沒有 不是有一般版的 看得出來嗎 我不知道啊 他說看不出來 那就看不出來啊 可是它的下一個是什麼 這個鏡頭的再下一個 就沒有什麼餅乾 就是餅 就開始擠 欸 那我現在要幹嘛 這個就沒有用 我現在可以拿掉了 對 可以拿掉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擠了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擠了 對 花生醬擠餅乾 然後擠一片特寫 看看我們要先做花生醬先 還是我們就先擠 我們先做花生醬先好了 好 那就 好 那先做 可是我們做的應該 也不太能用 因為我想要它在攪拌的時候 我們就丟花生醬去 所以可能要做兩個份這樣 就一個是拿來拍